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但是我们就是看到的后面着火了 我们就吓到了 22号凌晨12点多 台北市万华住民华西街夜市发生火警 位在摊商后方的老旧公寓 冒出大量火烟 火是从一楼延烧到四楼 民众赶紧打一一就报警 大哥你说后面都 隔壁收过来不知道 从那边捞过来 隔壁的铁机屋 铁机屋搜过来 那铁机屋是在做什么的 铁机屋它没有做什么 就是盖一样 所幸这起火警没有人受伤 燃烧面积约30平 一次起火的平房出入 说是堆放资源回收杂物的仓库 都没有人居住 财务损失起火云 还有待机部调查理清 记者许志明 台北报道 京调查理清 指约30平 是 麻烦 presente 第二 二 片ス 感谢观看